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他一上任就以促进和平之名 出访乌克兰、俄罗斯、中国 拜会扎连斯基、普京和习近平 又藉着出席北约75周年峰会 连闭幕礼都不出席 飞进佛罗里达州见他的好朋友特朗普 欧尔班的种种举动都可以说是十分触目 并且受到欧盟多个国家和官员的非议 欧尔班信奉的是非自由民主 什么叫非自由民主呢? 就是描述那些在形式上拥有民主选举制度 但是在实践中却是缺乏基本自由和权利保障的政治体制 现在匈牙利就是这样的 当然欧尔班上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不过欧尔班是否独裁者呢? 应该还未算的 不过他就被称之为威权主义者 就是他觉得政府的权力要大 他对人民的自由、媒体的监察和司法对行政机关的制约都非常反感 所以当他上台了之后就尽量缩少这三方面的空间 怎样缩少呢? 他不惜以修改宪法 去压缩人民和新民的自由和司法的权力 好了 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欧尔班这么想特朗普做美国总统呢? 现在其实大家看到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今世界这个威权主义越来越受到群众的欢迎 越来越多人认为今天那些人道德败坏 包括了一些性别那些 搞到乌尼马茶 另外就精英和权贵 把持公共权力一段很长的日子 于是民众就认为 这个思想就开始觉得 我们需要一些政治强人出来撥乱反正 这个正是极端政治主张的土壤 当越来越多人认为 即使要让出部分自由和权利 去撥乱反正的话 都是值得的 所以越来越多这些政治强人 只要他有一种这样的政治主张 和令人相信他做得到的话 他们上台的机会就越来越大 这是21世纪极右主义和民粹主义 急速冒起的原因 目前欧洲极右翼的政党折折获胜 欧尔班不再像以前那样 孤掌难鸣 如果连美国都有一个信奉威权主义的总统 威权主义就很大机会在21世纪 统越全球 威权主义可以说是所有具政治野心的政客 梦寐以求的政治理念 为什么呢?因为在威权主义之下 政客的权力可以大幅增加 就像欧尔班和普京那样 还有更大的好处是可以永续掌权 因为他们可以在在任期间修改宪法 让政治制度有利于自己 甚至收缩对手的政治空间 欧尔班自从2010年再度上台之后 就没有下来了 为什么这样呢? 不过还没说欧尔班之前 我上述所描述的东西 可能有些人听起来都觉得 不是这样吧?这么离谱? 今时今日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又是不是陷入这样的危机呢? 我认为已经出现了苗头 要视乎什么呢? 发展就要视乎 我们全世界的人民 究竟我们是按着什么来投票的? 我们究竟是按着我们个人的利益 或是按着价值观念 去挑选他们的政府代表 我们先讲讲欧尔班 这个现在被称之为欧洲的政治强人 欧尔班是欧洲最著名的极右翼的政治人物 他信奉的是社会保守主义 民族保守主义 欧洲怀疑主义 极端种族主义 以及非自由国家主义 他自从2010年第二次执政以来 匈牙利就经历了民主倒退 转向威权主义 他第一次上台就是1998年 他领导的政党获胜 35岁的他首次出任匈牙利总理 直到2022年 大选失利了 就下台了 你可以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只是做了一届就下台了 在野8年 2010年重新掌权 为什么他可以重新掌权呢? 事实上 过去那8年 当时政府做得很差 匈牙利经济很差 这也是一个土壤 令人民开始觉得不行 我们要换了 这些是正常的选民心态 是不是? 接着2010年 欧尔班重新上台 他已经经历了失败之后 他就开始想 我怎样才可以永续执政呢? 做到今年已经是他第五届 欧尔班重新掌权之后 立即推动修改宪法 由于他当时上台的时候 在国会里占了绝大多数的议席 于是新宪法 即使要三分之二的国会选票通过 他都顺利通过了 并且在2012年1月1日生效 完善化了的新宪法 将议会的议员数目 由386名减了一半 去到199席 新宪法同时 削弱了匈牙利宪法法院的权力 并且通过降低退休年龄 而使得不少大法官被逼退休 议会也有权对教会和家庭作出定义 怎样才是一个教会 怎样才是一个家庭 由政府说了算 还有2018年12月19日 匈牙利国民议会通过了被批评为 奴隶法的劳工改革法案 新的劳工法赋予雇主更大的权力 雇主可以要求雇员每年加班的时数 从250小时增加到400小时 拖延伸之期限也延长到三年 欧尔班是借此来不断收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 收集人民的自由与权力 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系统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这件事情 香港就是这样的发生 但是竟然发生在一个适合的民主国家 现在还是有一个民主的框架 就是说政府是选举出来的 但是刚才我说只要修改宪法 就可以达到一个威权政府想要做的事 全部以法律之名 其实这件事 欧盟对于匈牙利这种的威权政府是很有意见的 所以在2022年9月15号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 认定匈牙利不再是一个完全民主国家 而是一个选举式威权主义的混合政体 并且严重违反了欧盟的民主规范 今年1月18日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 呼吁欧盟领导人限制匈牙利在欧盟的权利 并且谴责匈牙利政府蓄意持续和系统地破坏 欧盟基本价值观的行为 欧尔班的政治主张被称之为非自由民主 这个说法也不是老徐说的 包括欧尔班自己曾经用非自由民主形容自己的主张 但是提出这个主张的人不是欧尔班 是早于1997年 这位人士 法里德·扎卡里亚 他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提出的概念 法里德是美国著名印度裔的记者 时事评论家和作家 他现在是《时代》雜誌的主篇 他提出这个文章 他说非自由民主的概念是用来描述 形式上拥有民主选举制度 这是形式而已 但是在实践上他是缺乏基本自由和权利保障的政治体制 我们再看看整个非自由民主 为什么越来越多这种国家出现呢? 我们看到1990年代 随着冷战结束之后 很多国家就转向民主制度 刚刚说了苏联解体 苏联也顾不到他们了 于是分分个个就独立出来成立国家 行民主制度 当时很多国家经济搞不好 于是人们开始就想想 以前共产主义都挺好啊 最少好过现在 这个其实发生过在俄罗斯的 所以才会有普京上台的土壤 当时冷战结束 很多国家转型 走向民主制度 但是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 出现了民主选举和专制统治的一种混合体 这些国家虽然有一些定期选举 但是执政者使用各种手段去压制反对派 控制媒体 削弱司法独立 这里我很鼓励大家 去Netflix看看 《Atomic bomb and Cold War》这个系列 里面其中一集 讲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怎样走向 由普京的威权主义的统治呢 当今有哪些政治家 政客在推广和信奉 用非自由民主的理念呢 一、普京 不用多组介绍了 他上台后就是用民主选举 上去做俄罗斯总统 接着现在就永组他的帝制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 匈牙利的欧尔班 这些现在我们公认 就是非自由民主的领头羊 这三个人 那究竟特朗普 有没有非自由民主的倾向呢 虽然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是没有公开宣称过 他支持非自由民主的概念 但是他一些言论和行动 就被他的批评者认为 他有这种倾向 怎样的倾向呢 第一 攻击媒体 特朗普经常将媒体称之为 人民的敌人 enemy of the people 并指责媒体发布假新闻 fake news 这种对媒体的攻击被认为是在削弱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第二 质疑选与选举结果 特朗普其实不仅是在2020年的 早于2016年 在未选举结果之前 他就已经是说 有这个选举舞弊的 到了2020年 这个总统选举后 他又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但是未能够提出具体的证据 这种行为是挑战了民主选举的基石 动摇了公众对选举制度的信任 到目前为止 是没有一个证据是显示有这种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以至影响了选举结果 而很多这些的 无论电视台 宣传这种选举舞弊的信息 或者是特朗普身边的律师 诸如柱的人 全部现在基本上都因为选举舞弊的指控 受到这个法律官司前身 还有利用行政权力 特朗普被指 满用他总统的职权 譬如好像试图通过司法部 去对政治对手作出没有根据的调查 也都多次用这个总统的行政权力 不经国会 然后跟着去推一些的政策出来 令到这些政策是受到司法的非议 至于第四 在言论那方面 特朗普多次表示 他羡慕普京和习近平 也都称赞金正恩 似乎是对于这种的 他们的可以永续掌权 是非常羡慕 特朗普除此之外 他都跟一些非自由民主领导人的关系 都是非常良好的 特朗普和一些被认为推行非自由民主的领导人 有密切的互动和公开的友好关系 比如俄罗斯的普京 匈牙利的欧尔班 这些关系使人进一步怀疑 他对民主价值的承诺 民粹主义和非自由民主 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极左和极右 逆党派的冒起 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两极都有非自由民主和民粹主义 不分左右 只要你是两极的话 都有这个倾向 民粹主义 是一种政治思潮和运动 他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不是讨好人民 而是将人民和精英对立起来 并主张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 去对抗被认为是腐败、自私和民众脱节的精英阶层 民粹主义可以在右翼和左翼的政治光谱当中出现 根据它具体的形式 可以表现为社会经济问题的激进改革 或者是民族主义和排外政策 那民粹主义的缘起是什么呢 这个民粹主义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后期 主要是用来描述俄罗斯和美国的政治运动 俄罗斯是什么呢 俄罗斯是在70年代 即是1870年之后的俄国的民粹派的运动 叫做很难读的 我串出来 Narodniks主张是农民是社会的基础 并试图通过教育和激进手段推动农民起义 反对当时的沙皇专制和贵族特权 美国又如何呢 美国也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一点点了 和90年代的美国人民党People's Party 也称之为民粹党 那么代表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去反对铁路公司 铁路公司和银行和金本位制度 这就是它的缘起 它的发展是什么呢 发展是去到20世纪中期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有新的发展 比如像阿根廷的湖安匹龙推动的匹龙主义 21世纪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再度兴起 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 反映了对全球化移民和经济不平等 种种问题的不满 当今民粹主义的政治人物又有它的名字了 欧尔班 还有意大利的撒尔维尼 和法国的纳庞 荷兰的维尔德斯 另外在美国就有特朗普 特朗普就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 去强调美国优先政策 反对非法移民和全球化 并批评政治精英和建制派 还有巴西也有另一个叫做 瓦伊尔博索纳罗 他们也是推行极右翼的政策 强调打击罪犯腐败 并且以反对左翼势力和环保政策去文明 民粹主义的特征和影响是如何呢 民粹主义的特征就是 强调人民和精英的对立 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的真正代表 第二反建制 民粹主义者通常是批评和挑战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认为他们是被精英所控制和操纵的 第三他会倾向于提供简单而直接的解决方案 比如反移民一刀切 不要让移民进来 通常就会忽略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另外很多民粹主义运动包含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张 他的影响是如何呢 民粹主义的兴起通常是反映出社会和政治制度内部的危机和不满 我再一次说 他的缘起一定是有土壤 有大量的支持者 他才可以无起得来 很多时候经济不好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过去左翼对于很多所谓的政治正确 就使得有一部分人不认同他们的对性别 这方面的看法 他觉得这些是一些很不道德信念和行为 这些土壤全部有机 都是有的 原因就是过去左翼走得太左 才会令到这些土壤冒起来 而且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 但是有一件事 无论是左还是右 我们都要留意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只要你信奉一种必要时 是可以用一些激烈的手段 包括容许政府采取威权主义措施 削弱法治和公民自由 这个我不论左还是右 当这个意念一兴起的时候 威权主义政府就会冒起了 其实共产主义和民粹主义 是有部分相似的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都是对现有制度的批判 两者都是批评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 并且主张根本性的改革 第二 共产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说 我是代表人民去对抗一个精英阶层 两者都声称它是代表民众的利益 但是通常这些威权主义政府一上台之后 他们就会站在人民的头上 因为你容许觉得不行 现在我们的世界 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强人政治 所以我们愿意 是将我们的部分的自由 部分的权利让出来给它 由它上台去执政我们的社会 如果只要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就会让威权主义政府上台 其实总结来说 我想总结一下 不分左右最重要的是那个意识 我们在投票的时候 无论你是美国的选民还是谁 我的意思是我们自己当地 当我们投票的时候 一定要保留一个叫做意识就是 我们要看回它的价值系统 究竟这个政客的价值系统是如何呢? 它有没有鼓吹仇恨呢? 它有没有鼓吹对立呢? 在国家里面鼓吹对立呢? 有没有将一部分人打为敌人呢? 它有没有以此作为一个理由呢? 它说你给我权力 我帮你搞定烂贪子呢? 如果有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 大家不要以为有了民主 就可以把独裁者 威权主义政府就可以排在外 通常是由人民引他们进来的 当他们进来之后 他就会站在我们的头上 这一集节目我只是希望对所有 对于现在这个世界 感觉到好像是必须要有强人出来去执政 我希望大家审慎审慎 三思又三思 我再一次说 民主如果只有选举制度 而没有那个价值系统的话 是非常危险 我们有的东西随时可以双手奉上 现在幸好 美国的政治制度 是由那些美国国父 他们有很多的平衡力 放在里面 所以即使有人可能上台 去尝试推翻这个制度 不容易 但是不是不可能 多谢大家收听我今集的节目 也多谢支持特朗普的朋友 肯听到尾 我再一次说 这不是带头盔 极左极右都是老徐所反对的 我所反对的是极的意识 好的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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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